澳大利亚维州议员林布里克批评ABC 用纳税人的钱制作在澳中两国 引起巨大伤害的节目 中共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所下的媒体 以及中共喉舌《环球时报》 对ABC的报道大肆宣传 用来攻击法轮功 对于ABC拒绝报道当地法轮功学会 澄清的真相 林布里克感到非常失望 他否定了ABC以言论自由做借口的说法 林布里克表示 ABC攻击法轮功学院必须追究其责任 他还说 法轮功学院持续揭露迫害 唤起澳大利亚人的关注 这非常重要 新唐人澳大利亚墨尔本记者站报道 discern了 通知公室共同期 感谢观看